大家好,我杨风。 今天6月7日,美国通货膨胀的风险,以及拜登政府财政支出计划,有了一些变化。 而中国面对美国财政大放水,所造成的输入性通膨的压力,也面临了一些变化。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昨天6月6日,开始为美国加息吹风。 耶伦对美国蓬勃涉说,如果我们最终的利率环境,是稍微略高些,这实际上,对美国社会和联储会的观点,都是有利的。 这是不是表示,美国即将要进入加息的循环? 第二,如果美国加息,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根稻草,压垮了美国的股市? 而对于全球的股市投资人,又应该如何来应对? 第三,美国加息,能不能够抑制,上扬的通货膨胀? 第四,更重要的是,美国加息,真的会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吗? 从而让美国更加从容地对付中国。 而中美大国博弈,又会如何走?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,在一个月前宣称,美国可能需要小幅度的加息,以防止经济过热。 这是因为,在拜登政府超高的政府支出之下,恐怕会引起经济过热的情形。 这是耶伦第一次提出的警告。 耶伦的说法是,在当时引发了美国股市下跌,但是到了第二天,耶伦又改口了。 耶伦改口,除了引发股市下跌这个原因之外,还有两个原因。 第一,虽然耶伦是一个经济学者,但他更是有美国联储会主席的经验。 他在2014-2018年,担任美国联储会主席。 这对于美国历届的财政部长来说,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经历。 拜登就是借重他的经验和能力,所以请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。 但是,他毕竟不是现任的财政部长。 突然之间,他就对外界发表,美国需要小幅度的加息。 这样的看法,这等于是,给现任的美国联储会下一个指导旗。 这在政治上,是不恰当的。 但是,现在的美国政坛,也没有什么恰不恰当的问题了。 尤其是,自从特朗普政府时期,动不动就对联储会做出要求。 言伦,这个说法,已经是相当的客气了。 第二个原因,言伦虽然看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。 但是,通货膨胀,在美国的财经界,以及在拜登政府团队中,还没有取得共识。 也可以这么说,他们认为,通膨在美国,并没有十分的证据。 所以,言伦就先暂时改口。 但是,美国的通货膨胀,是真的不严重吗? 美国现任联储会主席鲍威尔,那时候还坚持说,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严重。 还没有迹象显示通膨来了。 但是,到了5月下旬的时候,鲍威尔也改口了。 他说,美国的通货膨胀,只是暂时性的,之后就不会出现。 鲍威尔仍然坚持着,美国的低利率政策。 但是,对于每个月,联储会向市场购买美国国债1200亿美元的规模。 美国联储会内部,已经出现了讨论的声音,可能会在未来某一个时期,改变这个政策,也就是退出债券的购买。 所以,鲍威尔在这时候,再度为美国加息吹风,背后的信息就不简单了。 第一,这已经显示了,美国的通货膨胀,已经掩盖不了了。 至少,不要说大宗商品,原物料等,都在上涨,民生必需品方面,以及老百姓的食品所需,都上涨了。 美国这些官员,如果坚持还没有通货膨胀,那就是不食人间烟火。 我们在今年,3月5号的视频,中美通膨大战,这是中美博弈的新战场。 从那个时候起,我们就特别指出了,通货膨胀已经起来了。 只是那时候,美国联储会还是死牙子嘴硬而已。 那一期的节目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回应。 尤其是在北美的华人,留言说,周边的民生用品,以及食品的价格,都上涨了。 第二点,美国财政部长和联储会,可能是预先为市场打一个预防针。 免得到时候,一旦加息了,引起股票市场的骚动,导致股市大跌。 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,已经经不起股市大幅度的下跌。 现在,重点来了。 美国如果进入加息的循环,是否能够抑制通膨,挽救经济? 还是说,会压垮股市,从而导致经济衰退? 耶伦这一次的吹风,主要是为了拜登的经济支出计划,保驾护航。 拜登的一揽子支出计划,总金额是4万亿美元,分十年的期间。 预计每年的支出是4千亿美元。 耶伦是拜登团队中,最重要的一个智囊。 没有耶伦为拜登筹谋规划。 拜登是无法实施这些经济政策的。 没有了这些计划,拜登就没有本钱,可以带领美国,和中国做激烈的大国竞争。 这一点,北京不能够轻忽。 对于耶伦的论点,需要详细的研究。 这也是我们这个月来,不断地强调,耶伦的联储会主席背景,以及他身为拜登的经济建设计划的设计者,和财政的掌舵人。 举一个例子,耶伦在两个月前,提出了企业最低税率。 耶伦所提出的这个说法,是为了要帮助拜登,在美国搞基础建设。 因为拜登想要对美国的企业,提高企业税率,来筹措基础建设的财源。 企业最低税率,已经在上个周末,G7会议中达成了协议。 将征收15%的最低税率。 耶伦的确是在拜登团队中,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位成员。 耶伦的主要论点是,每年400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计划,不足以导致过度的通货膨胀。 注意哦,他是说过度的通货膨胀。 所以,第一,他的确承认美国的通货膨胀来了。 第二,他要为美国规划出一个经济增长的环境,并且是在适度的通货膨胀环境中。 如果耶伦的设计成功,美国就有可能在今年和明年,每年4000亿美元的刺激政策之下,取得一个相对不错的经济增长。 并且,所谓的通货膨胀,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。 也就是说,美国的国债殖利率,不至于在这两年往上飙得很厉害。 从而避免了美国国债泡沫,在这两年被刺破。 因为一旦国债泡沫破裂,美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。 大国竞争,一定要知道对手团队中,谁是人才,谁是庸才。 所以,大家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计划,看明白了吧? 而中美在通货膨胀,这个议题上的博弈,很可能要进入第二个回合。 第一个回合的博弈,在3月5号那一期的视频,我们认为美国通货膨胀,必然会起来,而且已经起来了。 问题就此剩下,是严重的通膨呢?还是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? 同时,我们也在节目中,做了一些建议和对策。 首先是,我们首度提出,北京应该要让稀土元素的价格上涨。 而且是,只要铁矿砂价格上涨,北京就要调高稀土元素的出口价格。 北京的理由很好用,我们要搞环保,而且成本上升了嘛。 其次,中国应该顺应原物料的价格上涨,也开始适时调高出口产品的价格。 结果,中国也的确在之后,对一些产品提高了出口价格。 尤其是,取消一些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,并且还调高了部分的出口关税。 这方面,北京对于源自于美国的输入性通膨,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接着第三步,让人民币适度的升值。 这一点,就非常有趣。 我们在节目中,提出了让人民币升值的对策。 而人民币过去一年,也是在处于升值的趋势中。 但是,北京的应对,就更绝了。 中国央行宣布,央行将会放弃汇率目标。 中长期内,人民币对美元将会保持汇率升值。 我们分别提出来的这三个对策,大部分都是只做不说的方法,不会大剌剌地说出来。 而北京在几天之后,对于放弃汇率目标的声明,却是明白着,大声嚷嚷地说。 北京除了是,要让国内的进出口厂商,提早有所准备之外,也是针对美国。 等于是,对美国提出一个警告,美国不能够放任通货膨胀。 这三个范围的应对措施,就是针对美国大放水,印钞票,无限制的量化宽松的反击措施。 两个月前的时候,我们是认为,如果美国不处理通膨,继续死牙齿嘴硬。 到了明年才来面对,可能就晚了。 现在,耶伦再一次地为加息吹风,那就表示,美国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,或者是下半年,就采取行动加息。 那也就表示了,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理由,美国的通货膨胀,已经掩盖不了了,并且是在为市场提前打预防针。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,如果美国开始采取加息的应对措施,有没有效用呢? 能不能够顺利地为拜登的经济支出计划,保驾护航呢? 杨风的说法是,耶伦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者,也是一位很有实际经验的学者。 碰到这样的高手,比较不容易对付。 本来,杨风还以为,如果是像现任的联储会主席鲍威尔那样的,北京反而会比较容易对付。 在言论的设计中,把拜登的4万亿美元支出计划,分成10年来实施。 的确,这会降低严重通膨的风险。 并且也可以避免过度的浪费,消耗的情形。 所以,在这个前提之下,北京也不能够一味地让人民币升值,让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。 因为,这些都是有一个限度的。 那么,怎么办呢? 我们现在得要回过头来,看一看事情的本质。 美国的经济,是不是只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呢? 不是的。 美国的经济有许多的问题,包括了制造业空洞化。 这一次的疫情,美国所需要的医疗产品,医药用品,以及原料,都要仰赖从国外进口。 而这一波美国的经济繁荣,股市的龙井,有很大一部分,是来自于政府不断地扩大财政支出,搞量化宽松。 如果不是因为有美元霸权,美国的经济龙井,就支撑不了那么久,有可能会先垮下来。 这两个问题,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两个问题。 但是,有了美元霸权的支撑,美国还是有可能,会再继续撑下去。 当然,也论再怎么厉害,巧妇也难为无米之吹。 第一,因为美国的乘客太重了。 还不止这两项。 美国的国债就是一个泡沫。 美国现在是,第一,在股市牛市和爆破的边缘上行走。 第二,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边缘上行走。 第三,在美国国债泡沫,和利息沉重负担的边缘上行走。 再加上,美国在外部和中国打经济战,科技战,美国要小心驾驶这艘经济大船。 否则的话,会有可能撞上冰山的。 美国现在要调控这艘经济大船,非常不容易。 刚刚说的,这三个边缘,简单说,就是国债,量化宽松,美元涨跌,通膨等。 这几个因素,或者是工具,都很难拿捏,很难调整。 所以,了解了这一点,北京应该要有两个应对方法。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。 第一,北京今后不需要惧怕美国。 怕美国在往后继续围堵中国,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,经济战。 为什么? 因为不论是美国打出哪一招数,都是在边缘上出招。 也就是,美国可能无法在这些招数上,跟中国打持久战。 大家务必要参考。 我们在上个星期,6月4日的视频,美国打边缘战略,面临暴破暴力危机。 尤其是在那一期的节目中,我们提了几个例子。 第二,北京跟美国竞赛,除了继续深化内循环经济,新基建计划之外。 还是要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。 因为美国有美元霸权这个护身符。 这就像是一个不死的护身符。 美国每一次遇到经济麻烦,只要运用美元霸权这个护身符。 几年之后,又是一条好汉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,中美竞赛最终还是会进入金融战。 并且已经是在进行中了。 所以,我们刚刚说的,中美通膨大战,进入第二个回合。 而且,这第二个回合的较量,会更加复杂。 不过,只要北京真的理解了美国边缘战略的手法。 北京只要在任何一个点上,集中力量突破。 美国就不容易持续下去。 我们以后会再继续谈这个话题。 那么,股市呢? 照着这个趋势,美国股市应该还能够成一段时期。 而不至于很快地导致泡沫破裂。 但是,只要是有加息的压力,股市也会面临压力。 上一回,我们说,中概股从2月19号开始,就面临了做空的压力。 然后,到了上个月,似乎看到了接近下跌满足的情形。 只不过,如果美国股市不好,不稳定,中概股还是会面临压力。 再加上,拜登在前两天,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, 将华为,中芯国际,以及中国航天集团等59家企业,列入了投资黑名单。 禁止美国人参与这些公司,进行任何的投资交易。 这就对美国的中概股造成了一些压力。 因为投资人会担心。 不知道哪一天,美国又会把一些中国的企业,加入到投资黑名单上。 这是中美两国,在金融战场上的延伸。 我们做一个总结。 拜登搞了好几个雄心勃勃的计划。 之前的2.25万亿美元基础建设计划。 虽然受到了共和党的反对,又改为1.7万亿美元。 后来又提出了1.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。 又有1000亿美元的创新与竞争法案。 这是学习中国的五年经济计划。 要跟中国比赛,竞赛高科技。 5月下旬,拜登又提出了2022财年,6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案。 其中的4万亿美元,包含了美国家庭计划,成为新的基础建设计划。 这些钱,从哪里来呢? 向企业加税,或者是向富人加税。 还是再印钞票下去。 接下来,美国两党有的潮了。 但是,即使美国财政部长言伦,为拜登规划了一个, 每年40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。 但,终究还是走在边缘上。 是在通膨与高利率的边缘上行走。 不过,越伦总归是了解到,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,就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通膨。 但即便是采取加息,美国仍然是在相对高的利率,与股市泡沫的边缘上行走。 对中国来说,只要采取稳扎,稳打的方式,中国现有的一些措施和计划,继续进行下去。 主要的原因是,不管耶伦想得多么周到,耶伦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双赤字的问题。 这是财政赤字,和贸易赤字。 同时,耶伦也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庞大的债务。 所以,北京只要持续现有的计划,按部就班下去。 但是,北京必须要加强加快,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,或者是人民币的贸易支付和结算,来削弱美元霸权的力量。 如果美国加息,中国也会得到一些好处。 那就表示,美国不会放任那些对冲基金,来大肆炒作石油能源的价格,原物料的价格,和谷物的价格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夫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